儘管沒彩禮錢 你弟弟拿什麼買房啊 啊你這可玩意了 當時對觀眾的上時我們倆覺得 當時光覺怪了 你們愛結婚 你們再加幾次吧 哦你給他談歷史全結束了 喂 不忙不忙 我逃个快马上就到 你呢 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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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我嫁 我偏不嫁 都说这江国三皇子 身患怪籍 七臭无比 父皇这不是把我 往火坑里推吗 公主起息怒 娘娘 龙婢知道您心中不愿 但也请娘娘 为两国交好 百姓的安宁大局着想 那 区区婢女 也敢跟本公主提什么大局 况且这些无知民 咒安不安宁 与本公主何干 本公主可不能往死在这 荒角有变的 明月 你见面一条死不不息 明年庆明 我定会给你多上些痴情 让你在底下活得痛快些 我靠 我 老板 我 让你 让我 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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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剑 不是 不对 这件崭新如初完全没有分化的痕迹 等等 我刚刚不是在和老板打电话吗 不是吧 等等我穿样 孩子结婚啊 我的人生 可不是用来脱单的 是用来脱平的 要是能把这把剑带回去的话 不许能买不上剑 和亲的故事在这儿 快杀了他 哪个会你过去这么倒霉 都看了这么多人 没有杀点子会是我吧 哇 我去 这你太公主这么能打 一群饭头 你这样的 竟会是公主 哎不是啊哥们 你瞧不起谁呢 你瞧不起谁呢 胆子倒是不小 可惜只能愿你时运不计 当过我的路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要打架是吧 正好本姑娘一肚子火焙出发 来 来吧 宝贝 快救公主 终于可以回去了是吗 他要我嫌我偏不嫁 都说着江国三皇子身化外籍七臭无比 皇上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明月 你见面一条死不足心 明年清明 我必定会给你多收些纸钱 让你在底下活得多快些 原来我就是那和亲公主的倒霉 替死鬼闭女 等等 这要是什么地方 皇子贼娘娘你终于醒了 不是吧 我怎么真的嫁进这鬼地方啊 不对 按照武侠小说的惯例 那些刺客必然还会继续追杀我 三十六级走位上级 告辞 哎娘娘你去哪儿娘娘娘娘 哥们 那个你们老板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加双倍 我可是那个什么 皇子的老婆 贵夫 妇婆 威大 你懂吗 夏兄弟 回头 你在眼神上好好地记上 好友见 哎 哎 此时正是和亲的关键时期 宫中戒备森业 若想逃出去 绝非一世 哎 可是我真的不是你们要的和亲公主 我一个都市丽人 怎么可以嫁个三皇子那种 又丑又老又有病的人 又又丑 又有病 对啊 宫外竟如此穿业 都是这么熟的 哎呀娘娘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不是小的 但您遣迹三皇子的寝宫 一探究竟 若是真如您所说 您到时候再走也不迟啊 好 好 可惜啊 这三皇子家这么有钱 要是在现代 多多少少还能做个一美一条努 这样能习惯 你们古代有兄弟这么发达的太贤吗 放心 我已经将本药来送药的人支开了 现在你进去替他给三皇子送药 好 谢谢 莫要太好 好 我看 你 我靠 上他嗎這長得也太科幻了吧 什麼耳朵音訊 這傳聞簡直太真實了好嗎 就是這塊城邦油膩的人肉爬上我的床 呃 這樣 這要捐了 五好啊你跟三皇子有仇 想利用我毒死他是吧 行 哎 念念饒命 念念饒命 誰 一定是藥房出現了問題 這下三皇子中毒的事情被人發現 你我必定脫不了干系 若是被人發現 我覺得第一個把你要供出來 這下三三兩次進入太太 開刀何嘴 動了 不是被刺客追杀 就是 就是要嫁给那个三皇子 现在好了 三皇子也被我 不对 师妹起的太监给堵死了 我命令你 现在是马上带我出宫 不然 你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让我活不过今晚的 你想干嘛 你别忘了 有些东西没了就是什么呀 我似乎好像是忘了 不如 你还能帮我检查一份 我 你要干什么 我 举举举举举举 臣等救驾来迟 请三皇子殿下恕罪 属下这就告退 来人 将这四个带走 查明身份 也加上 听问 加强对皇子 给启宫的故 确保他安人 是 我的三皇子殿下呀 你们玩够了没有 该歇歇来 皇子殿下 好啊你 你们在这跟我玩 cosplay是吧 玩得还挺嗨 还有群演呢 本皇子 本皇子今天罚了 对了 你还挺好玩的 你 超流氓你 你还这么想要怎么 云 你还挺好的 我 你还挺好 龙子 你还挺好 你还挺好 我 你壓才大媽呢 這個是未來冷功的硬通過 你懂不懂啊 仙女姐姐 我只是想問你一下 你有沒有救過放棄期啊啊 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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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你有沒有怎麼樣 啊 哼 哎呀 你們別跟我看著快點喊人啊 怎麼辦 怎麼樣怎麼樣 哎你跟我說完了講雲 你倒是命道 好啊是你 好啊 你竟然敢追我 都追到皇宮裡來了 只有傷 很追藝術 你 你 你 嘿 好棒啊 嗯 啊 哎呀 我跟你說 我真的不是那個什麼何欣公主 你看著皇宮多危險啊 嘿 一會兒史文來的時候 我跟他们说 绝对没有见过你 怎么样 娘娘 二皇子殿下 我家娘娘初来乍到 一时都有得罪 请快出我家娘娘吧 二皇子 你是二皇子 那你倒是问什么呀 你若是胆敢再说一句废话 我定会让你永远闭嘴 废话量挺大 什么能吹 堂堂二皇子 竟然敢谋害和亲公主 肯定脱脱不 我跟你说 你现在小辫子 可在我手里呢 琪琪 我刚睡醒就见到你了 我真开心 我还正纳闷呢 我还想你怎么睡在这儿呢 二皇子殿下 娘娘 皇上是召集众人去大殿呢 说是有天大的喜事呢 父皇 嗯 朕听闻最近西域供奉了一批 咸奶茶 口味独特 朕还听闻 三皇子妃在陈国时 便对咸奶茶颇有研究 而且调制出的口味啊 更加好喝 本宫数年前尝过几次 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如今 甚是好奇 这三皇子妃的手艺 是多么的别具一格 不如改天我们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啊 娘娘 这个咸奶茶的调料 我不小心弄散了 皇后娘娘定是要怪罪的 小八 都怪你 干什么作弄我妈 这咸奶茶没了咸饮 就是 哎 姐姐 小八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这来自二十一世纪的 先进技术 来宾八号的芋泥啵啵奶茶 好了 哦 嗯 心里姐姐 这果真是好奇妙的口味 我也要 我也要 来 朕也来尝尝这个多肉 桃桃乌龙奶茶 好的 皇上 皇后娘娘 美味马上就到 马上就好 好嘞 来喽 皇上 皇后娘娘 甚是荒唐 我看你是想戏弄本宫 皇后娘娘恕罪 臣妾怎么敢糊弄皇后娘娘你啊 这可是正宗的 好好好 是臣妾错 大不了 我自罚一杯 羊之甘露 站住 来人 把她给我捡起来瞧瞧 来人 把她给我捡起来瞧瞧 皇后娘娘 儿臣看到皇子妃刚刚在研究一些新奇的食材 所以变成她要了一份食谱 许燕呢 你果真如你那贫贱的母妃张氏一般 对此等的怪异可笑之事 情有不宗 嗯 燕儿啊 正听闻你最近时常出巡 抚慰百姓 朕心甚畏 如今由陈国公主相助 和必成大器 老皇子 我给你三哥学学 别整天这想着玩 我住手边疆大姐归来 父皇却从未提及二字 反观三弟所作鸡毛蒜皮小事 却得大肆夸赞 属实可笑至极 二皇子 伟臣早就说过 皇上因为冤死的张氏 对三皇子心存愧疚 纵然对某府耗贤 也会偏心不已 佩将军 以我的计划是在比心 如今 就是那怪异公主 是什么 嗯 真儿皇子大半夜不睡觉 在搞什么鬼 会是什么皇子地下恋情吧 核心土中行刺事 我已不是让他认出命了 这些必须怎么是 拒绝掉他 一举后患 是谁 这二皇子果然有问题 与其作与代表 不是先下手为强吗 还好我早有争议 传议 你还真是色不亮丽 没想到你自己跑 二皇子 哈哈 你怎么在这啊 啊这这是你家是吧 啊不好意思啊 啊 你等等等等 你这怎么着 皇宫 这皇宫的 景色如何 你这又不是什么海景房落地窗的 有什么好看的 我一对人触不害的小姑娘 第二 那有什么危险吗 谢谢 酸牙二皇子你不千万别 啊 嗯嗯 不回二皇子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哈哈 皇兄 我正在此与他寻一些闺房乐趣 在院子里面玩捉迷藏 不慎迷路至此 怎么 皇兄也想加入吗 皇帝好雅兴 这深更半夜 带别人寝宝外寻和作 难不承 你这有什么灵丹妙药 来治你那软弱无力的身子 皇叔莫要再靠脚 他生性单纯愚笨 不应该被这权位之争所牵了 更快 我治不在此 从未觊觎这储君之 你知道 我罪犯你这个样子 罪了你这个如鱼得水 而不自知的样子 陈弟于将国之箭水 师男与皇兄相提边 皇兄又何必在意我这一条 随一波逐流的小鱼 无意惊扰皇兄休息 陈弟先行告达 这半边 不是在一开始 那个血衣男人身上吗 这两块相隔千年的玉佩 为什么会突然合在一起呢 哎呦 我到底要怎么才能回去啊 啊 我瘋了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王二媳 你先不要走 皇上 有什么事啊 朕想问你 朕听闻 叶儿整日行踪不定 如今你们成婚已有多日 他又没有冷落了你 没有没有 这样还挺好 不是皇上 我的意思是说 臣妻还挺开心的 朕的意思是 什么时候皇家天丁啊 放开我 放开我 尹明月你这个贱人 既敢冒充本公主前来何妻 大家都看清楚了 我才是滑稽公子 来人 把这个贱婢给我抓起来 你怎么在此胡言乱语的 好你个隐喻 竟敢勾结刺客谋害本公主 你贱命一条 也配冒充本公主的身份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公主 这个事我得毅厉害了 你怎么能让别人替你去送死呢 来人 把那物证 撑给朕看看 华尔玺 华尔玺 你是不是要给朕一个交代啊 皇上 臣妾这个很难解释 你听说过 去花月吗 皇上 我父王为两国邦交 特派我前来和亲 起来再半途 遭这个贱婢谋害 简直是天理难容 若皇上今天不立刻处死他 我势必让父皇替我讨回公道 来人 宁愿带下去 是你施重 啊 哎 慢着 父王 请手下留情 皇子妃他定有难言之意 你没得受他 皇上我一开始就说了不是什么公主啊 可是你们都不相信啊 现在又是我骗你 你强不强烈啊 皇上我不能死啊 你死了的话 是不是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放 放 自己走 死就死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哼 哎 来来来来 砍的时候对人点啊 就这里 别跟没吃饭似的 吃点劲啊 哎皇上 皇后娘娘 你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喝过网红奶茶的人 到时候 给我在野史上多借两笔啊 十全到 展 我 真的 没死啊 我真的回來了 啊太好了 不好我上班要遲到了 大爷你能不能幫我解開一下 你什麼時候來的 你能不能幫我解開一下 這大青草 現在年輕人玩的可真話呢 經過嚴格的評估和審核 不好意思各位我來晚了 呦你這是從巴黎時裝周趕回來呀 巴黎這麼重要的會議都敢不參加 不會是想給我們新領導一個下馬 可以吧 不要耽誤別人的進度 你出去 皇后 你怎麼在這兒 什麼皇后我和容嬤嬤呢 這裡是公司不是精神病院 想在這裡工作的話就給我滾出去 還說不說我 怎麼跟容嬤嬤嬤簡直一模一樣 我不會是上班上的精神出問題了 他 你快給我看看 這些東西能值得二家 這個都是貨真價實的千年寶貝 呦 還在擺弄這些破玩意兒呢 對了阿玉 我們大領導讓我通知你 儘快辦理你的離職手續 你們兩個趕緊去把田總叫過來 就說我有重要的事情 拿不定主意 對呀 趕緊把你們高年期的領導叫過來 我還著急去巴黎時裝周呢 田經理 田總現在正在開會 開會怎麼啦 就說我有特別重要的 快去快去 收到 還有這個 這個值得二才 啊 不好 不好 哎哎 不好 那個奇怪的男人就是在一發 風有欺騙的時候突然消失的 會不會有得穿過去 然後接著被砍頭吧 怎麼 哎 哎這皇帝老頭天天神神叨叨的 時間緊迫 看來只能死馬的活滿意了 那我忙 能不能讓我先打個緊急文件 不然我這次真的要死了 天天無產加班 絕對不是要跟死了一樣 我們是那種見前眼開的人嗎 你把我們當什麼人了 哎 呦 這緊急文件是誰的 口味挺獨特啊 你少跟我一樣關起 棺材裡放屁 拿了我的錢就給我滾 稍微給你 動啊 快點兒大哥 無奈九天神 側下凡塵 已舊僵活於水 而等 有眼無珠 企圖謀害人 十帥 到 你這妖女竟敢在我和皇上的眼皮子底下 憑空消失 還不速速見出原形 渡口 你 快把那個畫打個正看看 哎呀 神女降臨 神女降臨 你將果何其幸災呀 朕甚為惶恐 望神女赐福 兒等 無必亡 只心聽從 無知之以 便和國泰民安 華井公主 你的嘴巴怎麼總是這麼醜 别以为我会中了你的妖室 你这贱婢跟了我这么多年 名有几斤几粮 我怎会不知道 有北师娘皇上杀了我 看看我父皇会不会带兵 踏平你这江国 明月 明月 你们是吧 妍儿啊 如今呢 已跟神女共结连礼 朕甚欣慰 但是这个华锦公主 怎么办啊 父皇 而是整日在外奔波 无暇顾及后宫所事 与成国和亲之事 如此重要 不应交托于我 父皇 我与公主一见倾心 若父皇允准 我愿与公主结为情境之号 以解父皇之忧 准了 娘娘 您看这个玉佩 看了一晚上了 这玉佩 究竟有什么好看的呀 琪琪 你说我会不会在这里待一辈子 最说一入宫门深四海 但是现在太子之位还未确定 倘若三皇子殿下能成大统 那娘娘您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了 皇后 笑话 她一个贱婢 还想踩在本宫头上不成 倘若学院登上太子城 那以明月当上皇后也是必然 皇姐 你我如今同仇敌忾 成国兵力雄厚 倘若我们联手 并能共和此去 娘娘 奴婢不懂 这玉佳房里 怎么会藏着宝呢 傻瓜 我说的这个宝啊 是那种可以吃的汉堡 不是那种奇珍异宝 哎呀 什么东西掉地上了 快给本宫拾起来瞧瞧 太胆已明月 本宫的凤尾金钗 为何会在你身上 金钗 你见过吗 果然呀 山鸡想要变凤凰 就得行那鸡鸣狗道之事 明月 哦不 三皇子妃妹妹 我劝你 那些贱民习惯 是时候改改了 要不然后宫的娘娘们 还得再为了你 多添些人手防贼不是 这种人都能当上皇子妃 指不定是背后坐了些什么 见不得人的够当 现在还能跟着我们娘娘 一起平起平坐 真是可笑 我看他呀 就是偷窃成讯 偷了身份不说 连别人的东西也想 真是丢人性 本宫看你尚有脏物 仍未交出 来人 给我扒了他的衣服 好好搜一搜 毕明月 天呐 天呐 这不是我太奶林死前 留给我的24k金钗吗 怎么在你这里啊 我 姐姐 你这是藏宝洞啊 你 这不是我家七七的东西吗 七七 你这个女人 怎么连下人的东西你都偷啊 你们也快看看 你们身上丢东西了没有 微臣参见二皇子殿下 宫主殿下新婚燕耳 望今后 王子得闲 请多多关照 姐姐 现在二十年前的宫斗剧 都不这么演了 姐姐你可太脱了 义明月 你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 华姐 需要在此胡闹 娘娘 你刚刚还真厉害呀 你说那个 宫斗剧是什么意思啊 奴婢也想看看 我跟你说啊 这个宫斗剧 在你们这古代 那都是妃子兵法 妃子兵法 娘娘 娘娘 你刚刚说到哪了 好像说到 汉包 哎呀 不是汉包 是汉 保 汉包在我们家像是骂人的 知道吧 一向明恩城 下来 小脸 是金子总会发光 相信 加油 老铁 真的假的 那个整天冷着脸的二皇子 竟然给三皇子妃出头 我还能骗你不成 而且啊 我还听说啊 这三皇子妃是妖精变的 从古至今 八卦还真是人类的天性啊 传闻痴情猛皇子 为爱出手 神秘妖妃 现真身 经真假公主 花园斗雁 竟于大庭 广州之下 宽 简单 新婚之夜 以太监深夜闯入 皇子妃请宫 心妃不受宠 夜夜 独守身归 泪打鸳鸯背 瞧瞧 快一看 快来啊 新鲜热辣的瓜 只要一两银子 就可以吃到 最大最新的腸纹 吃到最大最甜的瓜 快来看看 哥哥哥哥 我也想吃这个瓜 我也想吃西瓜 我也想玩你这个喇叭 好了 好了 只要一两银子 这些榜上 都是我们现在的热瓜 这条 是我们最热 最新的瓜 只需要 一两银子 就可以成为 我们这个瓜的 榜一 价高者的 很便宜的 我有 一两银子一次 二两 二两 二两两次 还有没有 三两 三两 好 五两 好 还有没有 好 好 本宫都要看看 他们在这儿 做什么药 现在又上新瓜了 还有没有药的 我要 我要 简直是一派护衣 尹明月 你又在这宫里 吹什么药风鞋器呢 花旗 这位客官 汉瓜可是要花钱的 快看啊 又有热瓜上榜了 快点快点 仙道仙德快 来人 给本宫买两个热瓜 抢抢 嗯 sorry啊 你已经被拉黑了 麻烦让让 别人要买瓜呢 让让 让 走 快过来 快过来 又新上榜了 三皇子竟然有 三宫旨有制作品 云坚 都会必有啊 新女姐姐 我三哥居然这样对你 对 汉堡 少说点坏 那我岂不是有理由 可以堂堂正正的出宫 哦 你帮男装 当然要来这青楼看看了 里边请 出去出去 这可不是你们姑娘家该来的地儿 啊 电视剧里面不都认不出来的吗 哎呀 你开心了 嗯 这呀 本公子能不能进来 能能能 当然能 姑娘 公子 你里边请 来人 给公子看茶 好生伺候着 好 这花魁跳舞有什么看着 还不让北少爷上去跳 少爷不多了 嘿 成员道 好事成双 美人 可不要起本少爷上台 购舞一举烟烟举了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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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这么熟悉啊 这脸看着也有点熟悉 难道是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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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小熊店 你认错人了 你这肚子 这是怀上了 怀上了 啊 哎 小熊店 我可是有假事的 你别胡来 熟悉啊 熟悉 原来你每天就是上这来抚文明星来了 可我不是听说 你有什么断袖之痞吗 你怎么 嗯 小熊店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我是乘东头的王富贵啊 哦 王富贵啊 我就说嘛 这活的是新长的 这么结实呢 啊 哎 我 王富贵 你刚不是说你已经有家事了吗 你这是 老爷我该上台了 不然我这青楼也不谈子了 快进吧啊 他竟然真的喜欢男人 他真强 啊 我好像我 奶奶帮我解释了你 是 他妈谁啊 也敢对我们家灵灵 失手画脚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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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什么你爹 哎呦我的几位爷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呀 这位爷 我这是小本买卖 这位少爷咱可得罪不起啊 求你了 赶紧赔个不是 我今天还就要看看他爹是谁 我爹是朱大人 有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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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等着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 和本官的儿子过不去 你 你来的正是时候 他 他欺负我 哼 大胆刁民 欺负我儿子 你不想活了 朱大人 还真是令人意外 怪不得我近日听闻 民间哀声连连 原来是你们一家在作祟 四伙子 你大人不见小人过 饶得小人一命吧 朱家的恶行 如云蔽日 豺狼当道 来人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今天本皇子替你们处置公道 朱家的恶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如果都能带回去的话 能值多少钱 谁啊 你 等等 星楼那个灵灵是怎么回事 你不会正如传言中所说 灵灵 灵灵是我之前宫中的志友 我时常来此与他需酒 为他捧场吧 齐碧殿下 美酒加油与宋达 好 知道了 现在在宫外 你肯定奔波老累 我叫人准备了些糕点 也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 听说你厨艺精湛 经常做一些稀奇的家乡美食 改日可否给我品尝一份 我听说厨艺也没那么精湛 只是有时候比较怀念家乡的美食而已 我什么都能看得住 除了啤酒烧烤还得捞 不说这下我们喝酒吧 舒服快来马上 你就说这会能结吗 我把我卖都这么把我卖了 为何不能做 嫁给本皇子当真如此委屈呢 我今天这身杖怎么样 你给我不许再拦我 嗯 怎么还有人手的 啊 啊 啊 来人 要刺赐 啊 啊 啊 皇上 神仙对宫舟尚未熟悉 我才会不如了此处 爱飞 是你吗 你来看着了 张氏 你为何乔装打扮 深夜至此啊 皇上日理万机 废起忘事 臣妾无能为力 只能在深夜之时 给皇上献上微薄之趣 给皇上解忧啊 哦 爱飞 可真是你 是你来看着 啊 皇上 你说什么呢 爱飞 啊 皇上你干嘛 皇上 你如此的退屈着 是否还在怨恨朕 皇上你乱人什么情节 你把年纪还在这给我演这回转呢 爱飞 这个脑皮疼 放开我 我 我 皇上 我是明月 皇上 明月 今晚的月亮真圆呢 那个什么 赶紧 把我的 花儿戏得去休息 宣太医 有血绝对不可能 啊 好了你们回去吧 我没事了 有血 开什么玩笑 嗯 皇子怎么在这 不好 原来是你这个卑鄙小人 一直给巡演下毒 懒杀无辜 天理男人 啊 啊 啊 吓 东西 哎 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 哎 哎 说 谁让你下毒的 我怎么饶命啊 我不敢说 你不说就能活着是吗 是皇后让我这么干的 不好 明月 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是吗 有本事 你就在这光明正大地杀了我 也好过你在飙后使那些硬毒手段 啊 叶明月 你又何曾真正了解过我 了解 了解你如此残忍 一二再加人塞得来杀无辜吗 我一向这样 不问原理便取他人性 二皇子倒是坦率 那日死在走廊边的人 也是你 多嘴多舌指就应该死 何卿途中你暗中行刺 那些人也是该死的吗 他们食欲不济 命术 难道你无法掌控自己的命术 必要随意定夺他人的命术吗 我的命术与你何干 英语 会杀你 但终有一日 我定会让你知道我将寻清 能否掌控自己的命术 皇兄 这么巧 我的明月又不慎步入境地了 惹得皇兄您生气了 不过 这好像是陈帝的房子 徐燕 你竟如此讲 哦 徐燕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这要有毒 快点快吐出来 快吐出来 徐燕 徐燕你怎么样 徐燕 快点救人 快来人啊 快扯太医啊 徐燕你怎么样 徐燕 徐燕快点救人 快来人 快扯太医啊 徐燕 徐燕 你怎么样 徐燕 你想什么 什么 啊 想亲你 江熙 你又不要扎你 朕听闻 民间经济萧条 矛盾重重啊 大商股操纵市场 为了更好的剥削百姓 低买高卖宁可积压粮食 一二 你时常出学 对此有何看法 儿臣得知 清朝财政重臣 贪腐成性 官商勾结 已知大商股势力嚣张 民众苦苦看掩 启禀皇上 有两名穷苦百姓贵求深渊 请皇上明察 请皇上为小明做主啊 小明老师本分 勤肯谋生 如今 被这尖上欺压 连饭都吃不起了 就皇上明察呀 就是这个三皇子 他胁迫小人 自助敛财 小人为了自保 才不得一而为之 对 就是这三皇子 他害得小人一家三口 死于费命啊 朱家富二代 别来无恙啊 什么朱家牛家的 娘娘就别吵吓小的了 小的乃一介介命 哪配得上 和娘娘相识啊 好一个一介草民 手比姑娘家还要娇难 这马脑欲拙 这个时代 能有几户人家用得起啊 哟 溜麻子 臭流氓改行经商啊 这是三皇子威胁我时 不胜落下的 这你怎么解释啊 哼 这吊坠所用 质地粗糙色泽浮浅 与皇家御用之物相差甚远 不过是市井之徒 拙劣纺织的验品 何以作为你所谓的证据 父皇 此人是朱大人的长子 前些日子因为七家百姓被我承见 如今新生愿望 妄图想谋害羽儿人 还请父皇明察秋毫 大胆刁民 竟敢诬陷皇室 是他让我这么说的 皇上 借口呸人 殷茗月 你这妖女 你怕是找人来演戏诬陷我的吧 皇上 臣妾冤枉啊 来人 先把这些人压下去 皇上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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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会派人调查清楚 花姐 你先退下 太医 赶快去 你这妖女又在耍什么把戏呢 茗月 姐姐 陈姐不知道哪里夺罪了姐姐 竟然姐姐像苍害我腹中的骨肉 茗月你没事吧 这个孩子可是我们江国的血脉啊 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茗月 皇上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女 她是我们陈国的密探 尹明月我定要让你身败名裂 一派胡言 姐 我看你是疯了 皇上 我没疯 一直以来 我就像一颗被陈国随意摆布任意丢弃的棋子 凭什么要为他们保守秘密 从今往后 我便要为自己而活 尹明月脖子上的刺青 就是她身为陈国密探的证据 二皇嫂的意思 难道我江巡艳也是你成国的密探布图 父皇 儿臣实在难以启齿 儿臣与明月情深义切 特命将人在此搏颈之处 为我二人刻下相同印记 以表心意 与明月 你还嫌你今日不够丢人是吗 三二一上链接 今天皇子帮你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不要九九八 不要九十八 今天只要九两八 是的 源头直销 没有中间商串差价 皇子隐选 给你们最优选 好 好 仍是因为月室疼痛吗 没事 不过啊 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月室 竟帮我演了一出好戏 上次那用衣机还误准说我有喜了 光靠一个人能有喜吗 好 那你就是在暗示表皇子了 暗示你个大脱鬼暗示 你少跟我玩你那套风流公子的小连招 不过这次出来也好 终于不用转人面那叽叽喳喳的老皇子飞了 快来瞧快来瞧 快点来啊快点 我的货竟然都卖光了 那当然了 诸位家人们 一会儿还有商会的美味食物 供大家一起品尝 好 好 来 吃吧 吃吧 我来一个 我来一个 好吃 给 来拿你的遮羞布啊 啊 住手 住俩 个儿不高 还想替虾子出面 来帮他拿呀 哎呦 哎呦妈 你真是一个人败吧 你算老几啊 行 你给我等着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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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就是这个疯婆娘 你呀才疯婆娘呢 哼 打不过我还叫人是吧 好啊 有种你们两个一起上 来 你也认识 我终于找到您了 大人 你也大人 我终于找到您了 对了 你们是宫里哪个部门的是吧 干嘛出光来找我呀 大人 这都是自己人 你给我滚一遍去 大人 您是失忆了吗 您忘了白衣会的兄弟们了吗 嗯 你是成国的密探 大人 您这是失忆了 还是不想跟小的们相见了呀 自打您随下的将国以后 愿杳无音讯 小的们群龙无首 正等您发号施令呢 不是吧 搞了吧你我真是内鬼啊 这白衣会也是 干着好好吻个标记 这门在脖子后面埋了个地雷 有什么区别啊 好好好 近期呢 会有人彻查白衣会辞情指示 你们务必解释小心 时机已成熟 我自会安排 啊 千万千万别说认识我 嗯 敏月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 哪有什么他们 啊 夫人 下次欠我擅自行的 此处人潮涌动 鱼龙混杂 你独自前来 我真的很担心 不用担心 其实 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担心 你把别人打死了 嗯 嗯 好 甚好啊 这说明啊 朕没看错人 这燕儿和明月 三皇子这般胡来 你吃醉 你自有与琪琪相识 琪琪她的为人 我很清楚 住口 本宫 本宫还没说 你跟下人私混之事 从今往后 不许你再与这些 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二皇子妃 奴婢怨完了 你敢打我 你再盗我一下试试 哦 你才有这种要求 你别忘了 你也是要给我下跪行李的下人 我确实忘了 不许你跪下 给我好好演示一番 我学习一下 皇上 难道你还没有看清楚 这妖女的真正面目吗 妖女 哼 既然你这么喜欢扣帽子 那我给你算什么 你三观不正五星 缺德六亲不认八百个心眼子 你给我闭嘴 走 够 整日朝朝着让的像他打明了公鸡一般 一睁眼便只知道尖叫 寻亲 我看你也被这妖女下鼓了吧 既然连敌我都不分了 笑 是朝城之少 皆是我父皇的忠诚之事 乃是我父皇的子命 何来敌友之分 二皇子殿下 你可不要忘了 当初为何答应与你成婚 皇上 皇后娘娘 臣妾愿以姓名为妻妻做担保 她和二皇子 绝对没有私通之事 父皇 母后 儿臣愿意用姓名为妻妻做担保 皇后娘娘 妻妻姐姐是冤枉的 住口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 好了 皇后 你也少说了解 行了 大家都退下吧 那个茗玥 你留下 我 嗯 茗玥啊 近来朝堂气氛低沉 诸位臣工 不敢直言尽谨 你这个丫头 平时古灵清怪的 真不话一番 嗯 嗯 有啊 皇上 群臣在多世之秋 深之言多必施 所以他们往往会选择随波逐流 不如皇上就顺势推征 以身作则活跃朝他的气氛 嗯 完了 你所讲的 真有所 但是 不合适施 嗯 皇上无需担心 这非为主的事 就包在我身上了 是 朕 不是来压制 朕是来带你们走向成功的 从今往后 高堂之上 诸位臣工 必须仗义直言 言辞犀利者 朕 重重有赏 那也是 说场的 对呀 你染 мин 主要 就 当年 有人背叛朕 但朕 赏他白银千两 诸位思想一下 背叛朕的人 朕可以赏他千两 那么忠于朕的人 必定是黄金万两 听懂掌声 好 皇上 臣跟随皇上数十载 冤枉活也干了不少 却不借黄金万两 好 言辞果然犀利 上 干多少冤枉活取决于 你有多大的气量 将来步步高升 黄金万两 那岂不是在谈笑之间 听懂掌声 好 启禀皇上 微臣冒死敬见 愿皇上垂听 近些年来天灾频发 加上一些官员贪赃忘法 导致民不疗伤 微臣恳请皇上 能加强监管 严惩贪腐 以保障百姓的生计 封建 太封建了 这皇帝啊 有问题不想这解决 搞什么 祭司大典 不过这祭司大典 马上开始了 七七怎么还不来 妹妹这一关不整的 是要上哪儿去 这个方七七真是不靠谱 竟然一不小心 把妹妹的礼物 送到本宫那儿去了 还好本宫心心宽广 这不又给妹妹送过来 快打开看看 可别出了什么岔子 人家难堪死了 满意了吗 满意了你这位大姐呢 就别为难七七了 一人共闹闹一人当 我要误伤啊 相话 本宫为何要为难一个下人 本宫做事向来细致周到 生怕你这里出了什么岔子 听着 一会儿去皇后娘娘那儿 娶皇后娘娘 赐给本宫的衣物时 顺便给妹妹你也带上一份 明月啊 可切莫误会我的一分好意 娘娘 你必疑惑 为何娘娘一会儿 要毁了那妖女的衣物 一会儿还要为她拿来 更上乘的华服呢 若她衣物无损 她又如何能躺而皇之地 穿来偷来的皇后衣冠招摇过世呢 娘娘 这身刺绣可真精致 要是您穿上 必定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臣妾给皇上 皇后娘娘请 免了 你怎么竟敢穿着本宫的衣服 在此搓手弄姿 怎么 你让本宫给你让位不成 华锦 我在问你话呢 你在东张希望什么 我冤枉啊皇后娘娘 臣妾实在不知道身上为何穿的是您的衣服 尹明月 是你 皇上 皇后娘娘 臣妾特意缝制了这件红梅纱衣 是愿我将国像红梅一样傲雪凌霜 风调雨顺 我太民安 二皇子妃 害人中害己的道理 二皇子妃不会不懂吧 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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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祭祀大典 开始 敬请天地神灵 垂帘赐福 保佑我朝 风调雨顺 国泰名安 敬请天地神灵 垂帘赐福 保佑我朝 风调雨顺 国泰名安 国泰名安 皇后啊 今天是祭祀大典 吉祥的日子 咱们也不要因为后宫那点事 上了身子 坐 皇后啊 今天是祭祀大典 吉祥的日子 咱们也不要因为后宫那点事 皇上小心 要刺客 陈帝的妻子就不劳你 陈帝的妻子就不劳你 陈帝的妻子 陈帝的妻子就不劳你 你这奸贼 我早就料到你会贼心不死 寻亲 我看你也是疯了 连自己的夫人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我拿下 皇上很危险 皇上 你们看 在刺客眼上所蒙之沙 正是那妖女以名愿 他们必定预先勾结行刺皇上 如今却在这里妄作好人 是他 原来此人身怀武功 那日早已在躲避时给那两个混混下了毒 打探刺客 你到底是何人呢 竟敢刺杀朕 我是你眼中的神灵 是你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 荒唐 这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是谁 全天上那么多想杀你的人 我是谁又如何 事已至此 你要杀便杀 无须多言 皇上 皇后娘娘请听臣妾一言 将 那刺客 必定是隐明院的妖女派来的 意图行刺陛下 够了 刺客情形危急 你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来人 将这疯女人给我带下去 我不想再看见他 皇后娘娘明鉴 陈妾所言非虚 那刺客的蒙眼杀 陈妾 陈妾啊 吉日是祭祀大典的吉日 不可见喜 此事交由你全权处理吧 明月 明月 你没事吧 来人 宣太医 先前那刺客用毒针刺我 只要他为了救我 可他受伤了 明月 来人 快宣太医 三皇子殿下莫忧 娘娘也只是擦伤后 无声碰到毒针所处之处 并无大碍 有劳宋太医了 有劳宋太医了 明月 明月 面纱 我的面纱呢 你是在找这个吗 我的面纱怎么在你这儿 行呀 你为何要帮我 我还以为你 一定会像其他人一样怀疑我 这上面秀着明月儿子 那便就是你的 明月 你若心有所疑 我便默而不吻 你若心有所疑 我便深信了 你要是在现代 一定是个花言巧语的渣女 渣 渣男 何为渣男 渣男 渣男就是那种整天流连鱼青楼 会花言巧语 讨女人开心的男人 那这么说 夫人您不就是渣女吗 你 你还挺会取一反三 本姑娘这么专一的人 才不是什么渣女 对了 你应该叫我 宝宝才对 夫人那个称作现代的家乡 可真够奇怪 竟然把何先生的人称作 宝宝 你懂什么呀 你这个老古董 你肯定不会懂吧 算了算了 你开笑不叫 反正我也不顺想听 宝宝 本渣男也是一心一志 真是个笨蛋 我已将他盟业刺客处死 你们先行退下了 是 是 殿下 你与那面纱的主人 你何挂口 是否心怀不悔 想陷害于他 我与他 仅有一面之缘 况且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你何来想啊 究竟是谁让你来刺杀皇上的 是皇上他自己 十年前他亲口告诉我的 让我有种 就来杀了他 你到底是谁 如今我败局已定 我为何要告诉你 我为何要告诉你 我为曾要杀你何来败局之处 十年前的一天 我同父王与母妃二 在家中玩乐 来追我呀 来追我呀 行李 慢些跑 别磕碰着了 王爷 你也注意身子 别光顾着逗他 没事 王 你快来追我呀 来了 来了 父王母妃 这就是背叛朕的人 应得的下场 废派 你凭什么这么说 就凭你是皇帝吗 对 就凭朕是皇帝 自当清理门户 以绝后患 虽然 朕不喜欢杀戮 更不喜欢你这种眼神 雪莉雅 就凭你 也敢与朕为敌吗 你大可以为你的父王报仇 朕会一直等着你 哎呦 朕忘了 这还有一个习惯 斩草除根 斩了 可惜 苍天有眼 这一剑未能杀死 后来 我便被一劳者所决 化名 蒋梨 我看未必 十年前端王府被满门抄斩 那二皇子的母妃 以端王司徒 那如今 皇上又怎能将太子之位传给他呢 说不定我也是皇室血脉 皇上的儿子 你 你 你 不 雪 是啊 这 啊 心 原来这是一场梦 寻宴 明月 这么晚了 你来做什么 奇怪 平日里那么厚颜无耻的寻宴 也会有如此紧张 结结巴巴的时候 让我看看你在画什么 退下 本殿下不允许你看 好吧 我一直以为 你只会整日刹客打混 难无取乐 像吗 明月 自从我与你相遇的那一天起 我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为了接近你 寻宴 这块玉佩 曾就有余生死之间 如今我把它送给你 虽然不知是否能改变你的秘书 但我只希望你黯然无浪 汉堡 可不许再故意躲着我了 我若是不躲着你 要是再被人看到了 只怕是 怕什么 我堂堂八皇子 我想跟谁玩就跟谁玩 特别 适合喜欢的人一起玩 我 我回去了 琪琪 难道你一点也不喜欢我吗 我 我只是一介宫女 我又怎么敢明目张胆地喜欢你呢 宫女 宫女怎么了 我要是娶了你 你不就不是宫女了 更何况 我从来没把你当作宫女 明月姐姐说过 在她的家乡 喜欢一个女孩子就要勇敢地去追 所以我就一直在追你 你走到哪儿 我就追到哪儿 姐姐 现在我追到你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 现在该换你追我了 杀了 你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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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i 陪将军 自从朕的大皇子战死沙场之后 这太子之位呀 一直空选 这也知道 二皇子英勇善战 但总觉得他心存私欲 八皇子年纪尚勇 失想而无 朕有意想立三皇子为太子 三皇子宅心仁厚 胸有大志 陛下 陈毅认为 三皇子身心善良 实则深藏睿智 若能适当栽培 定能成为 深受人民百姓爱戴的太子 只是现在朝中 皇后家族的势力日益壮大 小皇后不止一次提醒朕 刚得功名回乡认知 若能将方七七许配于此人 对她来说或许是一段奇妙的家喻 好 这事你去办 是 父皇 奴婢盖使 求皇上恕罪 父皇 儿臣并不想当什么太子 儿臣只想和心爱的人 共度余生 若母后只想当太皇太后的话 那让她再生一个皇子便是 任将军 先退下 父皇 若是方七七在此爱了您的眼 您不如也把儿臣赶出宫去 正好 我与她二人 便也逍遥自在 无忧无虑 请父皇成全 臭小子 朕问你 为何深夜至此啊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司令正身 差点让朕乱点月扬谱 父皇 您这意思是 您愿意成全我和七七 你小子 还是那么心浮气躁 还没回答朕的问题 为何深夜至此啊 难道说 眼灯夜毒啊 父皇 您说这话的意思 跟指责儿臣似的 再说 那深夜挑灯夜毒的 也不止我和七七二人 此话何意啊 难道说朕的小小书房 还能有其他人呢 儿臣参见父皇 皇上 哎呦 嘿 今夜朕这书房可热闹了 连朕都想去看看 呵呵呵呵 父皇他当真正说 这么多 我四方挣扎 助手边疆 只因我母妃 同那端王子的私情 对我做出的一切 都置之不理 别说太子之外 就连祖谱 都甚至想要把我 排除在外 二皇子 如今你已被朝廷疏远 若是再犹豫不决 怕是三皇子 离那登基就不远了 我没有远 我只是在想 今晚 如何让他们痛苦死去 尋尖 你为了以明月那妖女 一而再再而三地 与我作对 既然如此痴情于她 你为何不直接 娶她为妻 只可惜 你想要的一切 都在三皇子手中 你不过是她脚下的 一只狗 只能实践 她不要的残羹圣犯 华姐 残羹圣犯是你 不用弃此一时 我不用 那你休想再利用我的身份 来巩固你的地位 你若后果 现在便可惜了 何以你当初一言之下便引我入门 如今三言两语就要将我休息 我偏不疑 如今我便要待在这 等着看你最后一败涂地 华姐 你还是如此恐慎 娘娘 娘娘 天色已晚 奴婢特地来接您回宫歇息了 娘娘 时候不早了 娘娘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就不怕我暗中藤刀 君朝黑暗之人 行走在黑暗之中 又好过自己独自一日 走在光明中 这道理我深信你应该明白 若父王能如你这般冷酷无情 或过血脉之情 昔日他便不会 作以代辟 望送性命 血脉性情 不过是维护统治的枷锁 端王若能破开这所谓的羁绊 又何至于此 世间全谋 本就是一场无形的战斗 只有无情之人才能得以生还 况且今日不过是物归原主 权力地位于隐明月 本就应该属于我的 二皇子殿下 不必经 人正是我安插的眼线 二皇子殿下 说弄必愚钝 始终无法通过隐明月 打探三皇子的动向 三皇子整日游荡于宫外 从不涉及朝政 的确是毫无威胁可言呢 知道了 你不用再死 二皇子您 不会责备奴婢吗 你无能我也没有办法 爸 待到实际城市 我便会送你仇宫 你的父母也会安忍 谢谢二皇子殿下 对象 尹明月如今身在何处 我已将他囚禁于移出暗室 四周荒凉无敌 正是 我倒要看 他这种事 是有多佣 事成之后 我 我烧了他殿下英语 此你绝不来 娘娘娘 娘娘 不好了 娘娘真的不见 娘娘娘 三皇子殿下 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娘娘吧 娘娘可能快死了 别动 三皇子遗文以后的调王 堂堂三皇子 多少次 我以为要费一番功夫 咱们马上 去死吧 你先退回去 羽约 三皇子在里面 好 好 不必四处寻觅 他以身中我的毒性 必死无疑 是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 夫人 女性 徐燕 不是 你不是徐燕 你究竟是谁 徐燕 你快叫我放开 夫人 你看 这孔明灯上 每一盏都写着你的名字 夫人 什么夫人 从今往后 你以明月 便是我将选情一一的服务 够了 我不管你今天吃错了什么药 你若再敢胡言乱语一句 我必定会对你不客气 胡言乱语 如今 本该是徐燕的 马上就会是我的谎文 那么徐燕的 也自然就是我的 你什么意思 徐燕他怎么了 你把他怎么样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放了吗 我是放了 我想要把这整座城池 将他与你与明月共度 我想把这千秋圣事 敬险于你 以明月 事到如今 你当真不知我心意吗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徐燕他到底在哪 如果你感动他一分一毫的话 我一定会叫你碎尸万段 你若不告诉我他在哪 我现在立马被杀了你 求我 我才告诉你 求你 我宁愿去求元王 让我和他在九圈之下相见 也不愿求你这非不迟迟的小人 我宁愿今日就算魂归九圈 也要拉着你一起陪葬 你 他 他 金王的手 是舍不掉 就在皇宫的牢笼里 还有一辈子 皇子殿下 他已伸中我的毒箭 如今 应该是死 很好 稍后陪将军回来通议这一起 就按通敌判国罪来的 对外宣称 他为最自杀 杀 明月 你看 这江山本来就该是我的 你有例外 明月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开心吗 谁能伤到 他在为你 而命丧黄泉的时候 你竟然陪伴在了我的身边 你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喂不忙不忙 我逃个马上就到里面 啊 干什么 我逃避免 你心思不怕清楚 哎 行 我如今才意识到 我和你似乎一开始就见了 仿佛这一切早已是命中注定 原来 那是浑身是血的你 便是此时为我赴汤蹈火的你 不 行 你没有死 你一定还活着 你到底在哪 行 你等速去通报二皇子 我也将其后事安排妥当 令他无需分身费心 稍后我会与他会合 共赏大事 是 薛焰之前出事的地方 我好像忘了过 薛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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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 啊 啊啊啊啊 啊 啊啊 父母 这天下 该建立新的明镜 你以为杀了朕 这万里江山便是你的吗 朕之处境 也是明日之境地 是谁都能做的 你无法让文武百官天下苍生 皆臣服于你 乃是你的无能 既然父皇管不了你的字 便叫由儿臣来管 谁能在仇 你能复仇 只有仁正 才能俯万众之心 乃至至国之本呢 仁正 那不过只是弱者的事吗 一战只战 一杀只杀 何人敢不对我俯首称臣 这 我没有禀过任何一个旋 但你眼中 只有那软弱无能的三弟 住口 当年 非跟端王思通 朕将你留下 便是人死了 人死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做过了那些肮脏事吗 你一向信奉天际 留我一命 只不过是怕遭天前罢了 好 朕总恶多端 杀欺儿 杀天 杀敌人 但朕 从未对你起过杀心 你的一举一斗 都在朕的眼中 皇上 别来无恙 今日我如约而止 父王来取你性命 群里 你竟然还活着 杀了你 必须活着 怎么活 仇恨活下去吗 还不知道吧 当年我的妃子 跟端王私婚的时候 一旦事情败了 带着清儿 人走高飞 而你呢 见到王魂 罢了 群里 你的眼睛 很像你的母亲 即刻起 六合四汗 唯我独尊 于千桥后世万代 朕的江山茗玉 必朗朗兆之 不得了了 二皇子谋反了 大家快逃啊 这天命 又能奈我如何 好一副 孝子是父的警驾 二皇子 这一切如你所料 也如我所愿 姻茗玉 如今往后你的命是 便是成为 我大江国的皇后 姜黎 你为何不愿留下 做我手中利剑 你所渴望的权利 对我来说 只是可笑的枷子 更况且 你我二人 本就不是一人 神清 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 我看你是疯了 你这个贱人 你以为正会和先皇一样 畏生畏畏 顾及你的势力吗 来人 王太后不守宫规 将其打入冷宫 永世不得付出 你是个女子 你怎敢这么多反共 你若敢敢再敢自食 我就向八皇子 去给先皇陪葬 走 我一直以为二哥他只是不善言辞 想不到 他竟是如此无情无义之人 八皇子 你身陷纯粮 又存未摄政 二皇子顶多是将你发配边疆罢了 不护危及你的性命 你又何必为了我 舍弃皇家的身份和地位 姐姐 现如今身份和地位 只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鸿沟 我现在只想和你在一起 更何况 二哥他已经疯了 他杀了三哥 抢走了明月姐姐 他简直丧心病狂 跟我走吧 三皇子 他死了 是我爸 是我最错 姐姐 这与你何干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姐姐 我们现在只有好好活着 掏出宫去 才能更好地想办法 救明月姐姐啊 走吧 不行 我不能走 是我对不起娘 三皇子的死 是因为我 是因为你是以明月身边的内部 两面三刀未震死 三皇子的死 你可是功不可没 八顶 你不会人被蒙在鼓里 你以为凭你的三爷两语 我就会相信你吗 就算是他做错了 也一定是你搞的鬼 真是愚蠢至极 竟然不愿相信你二哥 你愿相信一个背信弃义的女人 若是三弟泉下有之 定是失望之期 你个无情无义 无耻至极的卑鄙小人 你根本不配说这些话 怪不得那日父皇说你心存私欲 还是高估了你 你的血早就乱透了 你以为你在这儿动动嘴皮子 就算是英雄了 你只不过是个 被人保护着长大 侥幸在谎言中生存的傻子而已 既然你们决意离去 朕意不足乱 只可惜 朕生平最喜欢看 就是这生离死别的戏 所以 所以你们两个中 只有一个可以活着离开 既然你们情深义重 不如证明给朕看 来人 你必须为毒药 你们现在都已经中了我的剧毒 你们面前这个盒子 红色是剧毒 白色则是剧毒 若你们真是为了对方着想 倒不如直接把毒药吃 把剧药让给 小八 对不起 小八 不要 姐姐 我让皇子命令你活下去 不要 我不觉得 我命令你 立刻把这个剧药给你 两个人 再立刻剧 再立刻剧 自己 再立刻剧 走 还有些 小八 姐姐 怎么回事 她不是已经吃过剧药了吗 怎么回事你说呀你说呀 啊 这我 这先前命人喂给你们两个人的药丸 只是这个 并没有 而你们面前的这两个 只可惜八弟你太过心情 这还没来得及走 就把药喂给自己心爱 真是令人痛心 若我真是你心爱之人 那今日之下场 就是你的 啊 今生 谈缘解 对不见 却在现实一切 你无声 生对百千百遍 缘解 华尚 娘娘虽已服下解药 但此毒对娘娘的预体损伤极大 唯有按时服药方能缓解疼痛 可以笑 明月 你醒了 将这尾药喝下去 便能好受一些 行业 面纱 我的面纱呢 你是在找这个吗 夫人那个被称作现代的家乡 可真够奇怪的 既然把活生生的人称作 宝宝 你这个老孤独 你肯定不会懂的 算了算了 你开笑不叫 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听 宝宝 本渣男也是一心一意志 怎么了 是这药熬得太苦了吗 朕已经吩咐药法 令这药熬得口感好些了 若你还是觉得苦 朕命如重新 来人 将药膳房的人带上了 朕要亲自审的 看谁让皇后这么难受 快去 这药 谁要的 把他杀了 你把这药喝下去 你喝一口 朕别人活一口 我都快要闷死了 你 皇后娘娘不知为何 一醒来就像 什么都不记得了一样 一直喊着要找夫君 夫君 我不想你总是 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当真什么都不记得 我不记得 我只记得 你是我喜爱之人 好 好 好 朕永远不会留下你一个人 哪怕朕负了天下所有人 并不会辜负你一人 来人 我找错了 她的尸体 这一刻 明月大人 主下已准备就绪 全等明月大人吩咐 我现在怀疑你私藏密探 最好如实招来 老子 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们都是坏人 再跟我说一遍 你们两个狗肠人士的东西 竟敢在此胡作非为 大哥 好汉不是眼前窥 我们先车 你们没事吧 多谢姑娘 谢谢姐姐 明月姑娘你没事吧 这是我从宫里 托人给你带出来的药丸 快扶下吧 你身子虚弱 多谢玲玲 姑娘 叫我玲玲便可 谢谢玲玲出手相救 你我仅有一面之缘 竟然还记得我 我又怎么会不记得 况且 今日我为你挡下追兵之事 也绝非偶然 此话怎讲 难道 今日之事 在意料之内 我只是有幸苟祸之心的一切平民 又怎么会有皇子殿下 如此高明的远见 换句话说 今日让我来救你的 是许燕 许燕 许燕 他果然还活着 数日前 我收到皇子殿下 暗中派人送来的密信 信中预言 若我皇子蒙你得逞 登基成帝 那么他必然已经深陷埋伏 遭遇不测 届时 天下将信入会议 而我必须尽快集结 失礼入宫将你救助 所以我一直在四处派人 打听你的消息 他既然早知危险 为何还要为我赴汤 导火至于危险之中 灵灵 你究竟是何人 我本为宫中宦官 却因被人陷害而险些丢了性命 多亏了三皇子殿下出手相救 将我改头换面送出宫外 以现在的身份活在世上 此后 我一直在民间为他收集情报 笼络各方势力 在百姓心目中 三皇子也有着极高的声望 怪不得他时常留恋于宫外 我还以为他真的无惜问朝堂之事 所以 尽管如今 表面上为二皇子之政 但天下势力早已尽归巡艳掌控 甚至 连你的真实身份 他也早已查明 然而 他却私下派人 阻止宫中彻查 保护你的安慰 皇上 以明月脖子上的刺青 就是他身为陈国密探的证据 二皇嫂的意思 难道我将巡艳 也是你陈国密探不成 明月姑娘 你的安慰对他来说 比任何真相都更加重要 所以 三皇子殿下坚信的人 便是我往后追随的人 事到如今 江山生灵土炭 明知所向 便是将那皇位之上坐着的冷血之人 沾于刀下 以尽天地正义 若巡艳 早以天下为弃 那此刻 就由我来掌控这天下的棋局 通敌变国的罪名 不如就夹在我隐明月头上 江寻青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门外天下人的哀叹和唾霸了吗 今日 我势必要为那些被你残害的手足百姓们 报仇选恨 来人 迅速把皇后完好无损地带到朕的身旁 其余剩下几个手 统统给朕杀了 一个不溜 江寻青 你当真以为 凭你一言并可随意决定他也能生死吗 你 你只不过是利用这些鱼 不会将巡艳报仇的味 又凭什么冠冕堂皇的指责下 孝王 今日你命丧我手 乃是众望所贵 对 胆敢伤他分毫 朕为耳等试问 朕装过案件 遭过自杀 遭过无数生死路 没想到 最终还是堵在了你的间障 父亲天下人 终究被天下人所负 皇后娘娘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玄奕 我就知道 你果然没死 三天 你还是那么语不可及 那部长 你到现在都不明白 何为大事一句 胜负一定吗 既然你侥幸未死 便应该苟且偷生 那年纪兄弟请 我可以放你吗 臣弟曾认 皇兄你心中尚存一丝善 却不料你如今仍旧致命 可惜你自以为能掌控一切 却不曾察觉身边早已重叛起 此战 若非你利用臣弟心爱之 亦是你口中所深爱的皇后 来谋害臣弟 总就得败 哈哈哈哈 巡艳啊 巡艳 你这身软骨 恐怕只有嘴是硬的 败 朕从未败过 来人 嘴将巡艳 竟然威胁皇后 你谋不回其罪当中 立刻将她的尸体呈上来 让朕看看她的下场 什么 干什么呢 贵将军 张巡艳在此 在此中的主角 他身边的那群叛贼 全部都给我杀了 这不一生才看到他 这 贵将军 事到如今 为何连你都要背叛者 从一开始 我和你就不是一路 何来背叛者 将军 军 军 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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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战死的女儿 将军 出战 小劫 损兵折将 敌军惨不四散溃逃 本部也追捕 那你也建功立业 要我女儿去追兵 结果她身陷埋伏 被敌军乱刀砍死 将军 你救藏骨 生死有命 将军的女儿 几位战士 自当心怀战死 杀场的宿命 宿命 哈哈哈哈 好一个宿命 你在九四一生的战场上 既然功立业 而要杀她的鬼 却在那朝堂之上 昏庸无道的皇帝 竟将此战大吉 归公寓虚无缥缈的 天神之力 这些屈原覆世的朝臣 竟将你奉为 盖世英雄 谁人知道 我女儿的亡魂 你们有何颜面高居皇位 有何颜面高居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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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我是要守任你这无耻之徒 以你之邪 记他在天之灵 以你之邪 记他在天之灵 裴将军 你当然可以收集道路 取我性命 如果 在此之前 你是否曾深思熟虑过 你因一己之分 而辅佐一个庸禄无为之 被登上皇位 这难道就是你 忠心为国的 为将之道吗 江寻卿 你至今仍执迷不悟 我便让你死个痛快 死个明白 我早已失得 寻业是何人 他表面上 虽胸无大志 游手好闲 他以病弱之躯 韬光养晦 笼弱民心 因此 我便与他暗中结盟 惊心不举 而你 却始终未曾察觉 不过假意与你勾结 借你之事 我要遭避 他则在一旁 竟待时机 笼络民心 一鸣惊人 趁此时机 可夺得太子之位 建功利益 皇后虽全是滔天 亦无可奈何 只是何夕 明月的加入 其举无增变数 可一切 皆是天命所为 难改变 那日 他挡住皇后的毒药 我本以为 他心中自有良知 可是未曾想到 他堕落到如此地 可惜我这一生 血肉之躯 守卫着国泰民安 到头来 却遭世人唾骂 落得叛贼一事 将军 您手中之剑 既可斩得了敌人 也可斩得了乱臣贼子 今日之结局 乃是众望所归 将军又何须 暗自身上 罢了罢了 是时候谢家归田 去种些 我女儿最爱的海棠花了 这皇城之门 始终为将军敞开 若将军归来 必受万民敬仰 流芳百世 来啊 这一刻 你不是等了很久吗 皇兄 是非生死 已经不是由你来做主 来人 将他带下去 严加坎坎 并塑造太医前来救主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专案姓平山 用心天下灰心 朕成皇天之道 并将以名为本 以德治国 曾经那个吊儿郎当的巡影 现在居然真的成了皇帝 他感觉他变得好有气势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气吗 宁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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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都结束了 哈哈哈哈 嗯嗯 宝宝 真好想你啊 哈哈哈哈 宿死人了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大师不好了 那皇上辛娜的妃子 正气势汹汹的 吵着要见您呢 什么 辛娜的妃子 江巡燕 明月 你这是给朕做了什么美事 炸男 你那江山社稷 从后宫抓起是吧 你们那三妻四妾的鬼 在我这儿很心乎 啊 狂山流人 你误会朕了 朕何时想过那什么三妻四妾啊 朕的心里从来不都还是只有你 吟月一人 关于 那妃之事 朕时有苦衷啊 好 朱 那你倒是说说看 你有何苦衷啊 唉 朕的苦衷可太大了 江巡燕 我看你的苦衷是小后宫太小了是吧 嗯 给我 王娘 令妃娘娘到 灵灵 真是您 明月姑娘 真是别来无恙啊 皇上 您这些让明月姑娘吃醋的小把戏 真是怎么也玩不够 你知不知道 你再来玩一会儿 朕就成了郭夏王魂了 可是这个事 江国各地绝世美人发明册 你要怎么解释 这个朕倒是确实无法解释 一时对书中的美女 情有独钟 所以一时犯了 你 你 许燕 若是你再调戏我的话 我就 你 你修 你修怎么样 我就 我 夫人 你如今身怀六甲 太医吩咐过 不宜过度劳累 宫中的美食 应有信用 你若想吃什么 真让玉上房给你做就是了 况且 你这真跟怀孕了八个月死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 宫里的美食虽然应有信用 但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 还有啤酒饮料 花生米 奶茶 海底捞 应有信 什么时候也能随时随地 吃到这些路边摊子 哎 有了 这上面的美食啊 可都是本宫在明镜 惊挑戏选出来的 喜欢吃什么呢 就大方点上 今日的所有小匪都有咱 寻公子买单 臣谢过皇上 皇后娘娘安典 臣只是不解 在宫中当下 还能吃到宁洁美食 仅凭几个人去采买 这似乎太慢 外卖到 宣 骑士入殿 这不裴将军吗 微臣参见皇上 皇后娘娘 快 为骑士备坐 多谢皇上 微臣还有一些订单还未送达 就先行告退 这退休将军在就业 速度就是快 如果满意的话 记得给五星号评哦 么么哒 这退休将军在就业啊 速度就是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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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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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得个气 笨蛋 你哪里有对不起我 你还记得吗 那天你为了救我 命选一线 到后来我才意识到 早在千年后的那个时刻 我就已经见过你了 如果我知道 那个时候保证我的人是你 我一定不会将你退开 那竟是千年以后吗 这一息息了那天 你的心情似乎有些低落 如果只能在那个时空就遇见你 或许就会替你挡掉所有的敌人 可 可是 朕现在连你都无法留住 笨蛋 如果你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不会这么快了 你就要每天上班 所以还是当皇帝好 或许 或许正是因为你那个时候的执念 少于玉佩才会把我带到了千年前底的身 可惜 可惜 这个玉佩九人以后便会失去 现在双倍尽 现在双倍尽失 我恐怕是屋里会跌 或许这是因为我改变了太多历史 又不顺利这个时刻 所以现在必须将一切回归正会 是时候 千年而已 就算辗转即逝 朕也一定会保护 习惯算尽的结晴命 不明远 皇后娘娘不要死 奴婢舍不得娘娘 奴婢从小被八皇子殿下收了 殿下每天都会给奴婢 讲一大堆帮琪琪姐姐和皇后娘娘您的故事 可是如今 所有人都不在了 不要 不要我都像我一个人 小姑娘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姓武 名叫五十六 是八皇子殿下赐给奴婢的名字 五十六 琪琪 小八 七百五十六 所以你叫五十六 小八竟是这种小心思 却等了那么久 才跟琪琪表白 放开 放开 小姑娘 小姑娘 二哥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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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让我再看一眼她 今天晚上必须去相亲 你要是不结婚 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你就找个夜班上 阿月 国董展的高层会议已经结束了 现在领导正将我们赶紧过去开会呢 嗯 好 这画 是谁送来的 这画是刚才首富家的少爷亲自送来的 据说呀 这幅画可是八千万呢 你去哪儿啊月马上会要开始了 你去哪儿啊月马上会要开始了 我到你去哪儿啊月马上会坐在这里 我让你去哪儿再说 你们不能打开会儿 这还有人的福音 咱都打开会儿 就会打开会儿 你去哪儿 这是我